南加州犯罪重灾区罗兰港华人社区9号再报大华超市抢劫案 两名非裔劫匪在超市停车场对两名华人持枪抢劫 暴徒不仅将男性受害者打得头破血流 还抢走了价值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 根据监控录像显示 该起事件发生于9号中午12点35分 位于罗兰港盖尔大街和诺加利斯大街路口的 99大华超市停车场 一对华裔男女推着购物车走出超市 就在两人准备把购物车中物品搬上后备箱时 等候在对面停车位了一辆白色丰田轿车开出来 挡住了受害人车辆的退路 车上下来两名蒙面劫匪持枪上前实施抢劫 其中一名歹徒用枪柄猛砸男性华人头部 经过大约一分钟的争夺 持枪歹徒从男性受害者手腕上抢走劳力士手表 随后两名歹徒驾车逃逸 留下两名受害者在原地一脸惊恐和无奈 案发时很多华人出入超市都目睹了这一幕 但没人敢上前阻止 庆幸的是抢劫全城歹徒没有开枪 保住两名华人受害者姓名 11号上午协助调查的洛县警局预备役警官 装配员提醒华人 出门时不要漏腹 如果歹徒身上有枪不要反抗 同时尽量记住歹徒的特征 例如长相 体型 歹徒车辆颜色 车型跟车牌号等 以便事后向警方提供破案线索 如果发生了最后的通知情 或者电视官司这个暗号 关机名的感觉 继续喜想权者是带预备的 因此使用选择 离别人出尽与 您这一部的汽车